我要计划所有的罪业 用一种很久不变的戒律 我赞叹我所有的功德 这些功德与佛的一样存在 所以随缘消就业 每天要想的 不要让自己的存在去伤害到别人 或是去障碍到服务别人的方法 所以各位还是要多忏悔 也不能懒惰 你要真实的拜八十八佛 或是三十五佛也好 当然你要忏悔 也要找到自己的问题 就像这样 你要扫地 要找到垃圾在哪里 我就是嫉妒心很强 我这个人身体生病 也杀业很重 我针对这个求佛菩萨加持 而且坚定发愿 所以用一种很久不变的戒律 坚定发愿 我从今天到成佛 不起称悔心 不退转 精进 所以就成为你的愿 成为你的戒律 所以对我们所做的一切 有信心 我放生了 这个功德我回向众生 回向成佛 所以这些功德以佛一样存在 所以各位每天很欢喜 像我现在常想 如果我现在就脑中风死了 或是我车撞死了 那个只是一个夜报 可以了 但是我们这一辈子做的一些善业功德 永恒存在 希望这个善业功德对这个世界会产生很好很好的影响 而且这个善业功德永不失 你下辈子再来或是从极乐世界再来 这个善业功德还在呢 所以各位要大做功德 虽然我们现在没办法所谓进入空性 但是现在先做功德 先以福 舍罪 你福报大了 业障消除快了 啊 啊